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迪丽热巴七年养成绩,窈窕淑女,君子好球。 纵观七年,迪丽热巴的蜕变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。 自从有了作品的加持。 她用这短短几年时间一跃成为小花鼎流,是个大时尚的宠儿。 2014L风上大点,彼时的她还略显青涩,面对镜头时还没这么收放自如。 但是娇好的面容,深邃的五官却也让人牢牢地记住。 一袭黑红短裙将她的好身材展露无遗。 2014Cosme美丽盛典,彼时的她已经慢慢地在成长。 一袭黄色长裙在她的演绎下虽不显老气,但也没有这么的朝气蓬勃。 黄色本身就是对肤色有极高的要求,她却能穿得肤白貌美。 2015 Vogue十周年盛典,黑色的短裙简约时尚,一双大长腿又细又长。 但是高高隆起的头发却显得太过庄重。 2015L风尚大典,身穿一袭黑色礼服,加上一抹红色的配色。 她正在慢慢向自己的风格靠近,穿的既能展露她的好身材,还能展现她的气质。 2016 Vogue十一周年盛典,此时的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 一袭羽毛长裙,简约时尚,羽毛又有一丝俏皮,笑容甜美自然。 2016 Cosmo美丽盛典,一袭抹胸脱尾红裙,穿出了一态万千。 妩媚动人,性感迷人的姿态。 2017 L风尚大典,一袭黑色的长裙显得优雅大方。 上身的亮钻又显得光彩照人,变得越来越有气质,成了典型的气质美女。 2019 Cosmo美丽盛典,一袭亮闪闪的人鱼公主群,俏皮可爱,又尽显妩媚。 傲人的上围,精致的五官,真是流光溢彩,溢溢生辉。 2021 GQ年度人物盛典,一袭花色高定,显得娇俏可人。 充满魅力,真是人比花娇,清新脱俗。 2021 L风尚大典,身穿一袭粉色抹胸长裙,刺绣裙伪华丽端装。 泡泡袖显得青春靓丽。 资源也越来越好。 这样的迪丽热巴你爱了吗?